首先我們第一個要講的人 當然是我們的家族的創始人許白平 剛才道上團的時候也有介紹過 他本身是白酒卿家 終於成為港澄的四大營商之一 其中他有幾個很大的建築 對整個家族來說 一個就是他在白酒卿之後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當時因為他做四大營商 大概在嘉慶六年到嘉慶十五年這段時間 廣東沿海有很多海盜 很多海盜裡面包含有幾個 所謂有五個主要的海盜幫派 黑旗當、韓旗當、藍旗當 以我們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就是紅旗幫派 原因就是張寶仔 張寶仔就是他基本上是以香港作為 其中一個主要基地的海盜的騰領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這次我們在這個展覽 當時我們是沒有在手上的 而就算有在手上 我們這個場地都不容許 我們是 對不起 我先去那個 去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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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許我們 不用許我們 做了出來的 那個就是一個很美麗的 當時描繪整個廣東沿海的 那個叫做什麽 我們要多謝我的老友 Anthony 他昨晚留夜 幫我把他駁了出來 這幅畫很珍貴 我們今天很希望 不夠在九月代 在廣州的展覽 就將這幅畫 無論是形件 甚至不是形件 可以做到一個廣東沿出來的 是展覽的 那我想這幅畫的寬度 甚至這裏整個 兩倍這裏的地方都擺不完 在那裏整個所謂的過程 當時是怎樣 廣東沿海原本是什麽問題 那後來就 一旦有海盜橫行 那開始就要去沼匪 沼匪的時候出現很多軍 然後 就是怎樣打 一邊打 打了很多 打了很多次 那中午到最後 就是 到最後一個就是 剿滅了這個 就是 紅其邦 這個所謂 張榮仔的集團 這個海盜集團 那後來最後一場仗 應該在大嶼山附近打 所以那天陶傑那個 光明等節目都有說到 最後就是在 所以他這裏都有說的 他在大嶼山那裏 這裏 大嶼為賊 在大嶼山那裏 那裏 後來就講到 平海壽航 就是這個 張榮仔 歸航朝廷 那但是這個整個故事 這幅畫裡面的整個故事 那裏有海防又什麽 就是我們的創始人去拜庭 他是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原因就是當時那個 廣東沿海的海盜就出沒 就很猖獗的情況下 就令到凡親經過廣東沿海的商船 或者鹽船都要給一些海盜去劫船 或者要給保護費 那就搞到文德如生 一就是令到廣州府本身那些物價高漲 而同一時間 就是我們的祖先 就是創始人去拜庭 他做鹽的鹽商 就連生意都沒可以做 因為那些鹽船經常都是被那些海盜 就去 劫了去 而當時就是 官府所能夠做到的事情是很少的 官府本身就是 基本上是 頗為無能的 就對這些海盜 基本上是完全 束手無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 許拜庭他為了 一為了自己的生意 而也都為了 就是 報效潛艇 因為當時你醒過廣州 那麽搞到文德如生 物價高漲 因此之故 他當時就去 和當時的 兩港總督白樓建議 他建議 他就說由他自己 既然你官府做不到事 那我生意要做 廣州又這麽困難 那不如這樣 我自己去拜庭 我自己出錢 我拿錢出來 我去 去組水勇民團 我去做一些 戰船 一些所謂叫 紅丹船的戰船 以及我去做一些武器 和你們那些官府 那些官兵一起 我去出藥剿匪 那當時 這兩港總督白樓 就當然歡迎 這樣的一個 建議 既然自己做不到事件 現在當時的白樓 是受到 當時的家庭皇帝 很大壓力的 即是基田要炒他人魚 即是要 爬他官 也都很歡迎他 舉措 只之故 就容許他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之後 他在拜庭 就是自己親自出錢 當時招集了 超過一萬個水勇 年輕水勇 即是熟水性的 即是打得 又打得 又懂得游泳 即是熟水性的民團 民團 這些水勇 做了幾十艘紅丹船 紅丹船 當時是官府容許你做的船 而那些船裡 可以有大炮 那些 出海 而且還要自己 不是出錢 有很多人出錢 你去死吧 你去你出洋條 他去你死 他不是他自己親自 帶隊自己 因為他當時都是三十萬歲 三十四歲 自己帶隊出糧 就去沼匪 那沼匪當時 剛才講過 就不是純粹只有 張寶濟一個海盜集團 當時還有黑旗幫 黑旗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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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幫派 他抓了很多海盜 殺了很多海盜 什麼烏石一 烏石二 一大堆這些海盜 抓了很多 殺了很多 所以我們這次 其實在展覽裡 都有一個常遇 其實當時 因為他協助官府 去沼匪的時候 的一些獎賞 當時的上院 也有在那裏展出 後來 就到這個大概是 加興十五年的時候 終於 就逼到 大嶼山那場仗 當時大家看到那個什麼 就在大嶼山那場仗之後 終於逼到 就把本仔 走投無路 當時基本上是 完全走投無路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終於就決定歸行 朝廷 那個歸行朝廷之後的本仔 大家都知道了 做了官 做了官之後 還要再去協助 朝廷去沼匪 和許佩庭 他們一齊 再出去外面沼匪 忘記了那個名字 那個 那個海盜都是很出名的 一個幫派的海盜 和他一起去到台灣那邊 去捉那些海盜 後來之後 廣東的沿海的太庭 生意繼續做 廣州的物價也 都開始可以降低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論公恆上 論公恆上 當時就是由百寧 向當時的嘉義皇帝 建議當時就賞賜了一個 以罪同之嘉義級的官下 給許佩庭 之後就再給了他一個封號 就是奧公他是中爾大夫 中爾大夫是一個 松三品的官下 但當然這個官不是真的官 他是一個 給了一個銜頭 就等於 做了紳士 做了阿sir 或者諸如此類 就沒有實權 但許佩庭 這個是他第一個貢獻 這個貢獻 對廣州的貢獻 以及對我們家族的貢獻 我們家族 一他發了大 而且是報效潮停之後 家觀盡著 在社會裏面 就開始有地位 成為廣州府上的一個社會領袖 但是另外一個更加大的貢獻 他是一個比較有目光遠大的人 因為當時的社會 這個封建社會 就是很 怎麼說 就是所謂的叫做商人的地位很低 所謂士農工商 商人的階級 在整個社會階級 他不是很受尊重 雖然你怎麼有錢也好 你可能見到七品八品的芝麻官也好 九品芝麻官也好 你都可能要打工作譽 要去跟他剪頭蝦腰 以及作為一個商人 其實在那時候 一個清朝政府 一個這麼腐敗 一個這麼所謂 那種封建的體制 你作為商人 經常被一些所謂 那些官府官員 要去拷詐勒索 是一樣的 我看到 如果自己的子孫 繼續走他這條 所謂商人的道路 就會在社會上 繼續地位 其次也是 因為他做的生意本身做鹽 就已經要跟官府 經常掛鉤 官員做鹽 當時在清代 是政府第二大的收入 而同一時間 他裡面 牽涉到一種專利的生意 變成你不是跟官府 有關係 有關聯的話 根本上就不輪到那裡去做 他覺得 不可以再繼續 有兩個子孫 走這條的道路 因此之故 他除了當時 在我們 即是說 在工地街 當時的廣州省城裡面 一個主要的地方 在中族線旁邊的工地街上面 買地建屋以外 他另外一樣做了的建築 就是他決定在自己的 祖居地的家族住的地方 就是去見一個私屬 所謂見一間私人的學校 見了一個私屬之後 因為當時他已經很有錢 我剛才也有提過 以現在一些學者 或一些研究出來 就是說 許白亭當時在廣州那種 那種富貴 那種富貴 那種地位 那種地位 和金錢 那樣 是可以 敵國的 可以到那種 例如好像香港的 比如你家庭的 你照機那種 那種層次 那他很有錢 你知不知道他在全國各地 就去招攬了很多最好的老師 就在自己的許地裏面 就去教自己的子孫讀書 那他這個舉措就令到 我們家族就由第二代開始 就開始 但是各個人都是賣手讀書 就不做生意 那而 在這個過程裏面 就是我們 培養了一大批的士大夫出來 那一會兒我會講到 下一個人物就叫許長光 就是他的他的第二仔 也是我家族的第一個進士 只是他 許長光的小孩 許長光自己的小孩 都有以前 包括我們以前 都以為是七子登科 就是所謂有七個兒子 中了舉人 後來因為有一個作家 寫我們家族的歷史 那本書《千秋家國夢》 他就在 例如原志 廣州虎智這些地方 就找到原來不是 原來因為八子登科 不是七子 其實許長光一個人 有八個兒子 不是同一屆 是差不多在那幾屆裡面 中了舉人 現實其實有一套 以前有一套 唱大戲的那些語場片 叫七子登科 基本上是許長光 和那些小孩的故事 作為一個籃本 那為什麼他不是七子登科 而八子登科 原來他有一個兒子 是過計了給他的大哥 因為他大哥二十歲 已經死了 沒有小孩 過計了給他的大哥 所以其實 只有許長光一個人 一個人 已經有八個兒子 用了舉人 形成了許廢庭 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建築 為我們的家族 由商入市 所以他基本上是奠定了一個基礎 在這裏 然後就開始我們所有的指責 全部都會把精靈 放在讀書 考取功名這裏 另外一個貢獻 許大廷另外一個貢獻 就是他 他剛才說過 他無論是從他的財富 以及他因為自從剿匪 之後得到 當時的兩黨總督百寧 以及後來的兩黨總督院員 他們的重用 令他成為當時 廣州府上的一個社會領袖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就是做了幾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當時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廣州有很大的水災 很大的水災的情況下 就令到物不寧生 就是物價飛漲 那些人沒得吃 那他自己本身捐了很多錢出來 買一些船來 去給那些人可以在水浸了 廣州城裏面 仍然可以繼續活動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 當時其實就是 因為廣州已經水浸了 那些農田全部的生產就沒有了 那這個食米呢 就完全短缺 短缺的情況下 就要從哪裏 漸羅啊 這個越南啊 這些地方是進口洋米 所謂的洋米 但是洋米呢 就當時的青春橋政府 就是抽很重的稅 進口的米呢 是抽很重很重的稅 那根本上你的人 已經這麼慘了 已經失收 又水災又沒有飯吃 那你還要抽這麼重的稅 那買不起這些洋米啊 那他呢 那他呢 就 當時在香港 當時的兩港總督院員呢 就建議 就說 刪除 減除這個洋米稅 就可以免了這個洋米稅 進口這些外國的米 進來呢 讓那些災民呢 能夠有 有足夠的米啊 那院員當時呢 支持他這個建議 那他支持他的建議呢 就到最 最後呢 就不但只是廣州 或者廣東地區 就是這樣 包括呢 江蘇浙江一帶呢 都是 走這個 這個方式 就是減免這個 楊米稅 那也都是因為 這個事情呢 他做了這幾件大事呢 他的明星呢 就 不但只是在廣東地區 出名了 就他的許拜廷 這個廣州府上 這個潘如 許軍 這個許拜廷呢 他的明星呢 就去到呢 就華東地區 但是甚至去到北方 去到北京 那他終於呢 就當時呢 就是晚清一個 很有名的詩人 兼思想家 郭智珍 當時呢 就寫了一篇他的展文 就叫做 《書潘如許軍》 那那篇呢 那篇文章呢 就今上 我們今次的展覽呢 都有 都有擺出來 那就是 郭智珍呢 就是張許拜廷 在廣州做過的那些 一些事跡 或者他的 他的貢獻 那樣東西呢 就全部都寫出來 那令到他的 許拜廷的名聲 更加軟破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代 那第二代呢 那這就是 那些人